如何打抬球之大曲球杆 当母球和目标球之间有障碍球 且需要母球以较大的弧线轨迹绕过障碍球时 就需要用到大曲球的杆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扎杆 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你怎么做 你将需要球杆、球桌、抬球 第一步,前手手法 建议使用O字型肝架 小臂平行于台面 肘关节贴紧于腰间 第二步,后手手法 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正常握肝方式 手腕部分要尽量调整 使得球肝与台面形成约90度的直角 一种是手掌反握的方式 同样也是尽量使球肝与台面形成约90度的直角 与小曲球不同 此肝法需要在A点时就发力直到K点 使得母球的旋转度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增强 从而立即产生旋转的效果 第三步,机球点 一般是在母球横截面以上部位 根据做球需要而定 小贴士 特别要注意巧克的擦拭 一定要非常均匀 否则很容易滑干 警告 由于大曲球的球肝与台面几乎垂直 球肝最后往往都会碰到台面 因此要尽量控制延伸 一般为普通延伸的二分之一长度 警告 建议不要使用正肝及主打肝 以免球肝受损 第四步,请看整体示范效果 你知道吗? 平式撞球是球桌中央放置数个小平 机球目的是使球撞到足够数量的小平 较为流行的意大利平式撞球 使用无带口开轮球桌 而丹麦平式撞球 则使用有六个带口的花式球桌 第四步,请看整体示范效果